北京媽祖北醫在水南遊海報社區開設關懷紀念 今天邀請到鳳梁老師來到建中 和中部製作特別的陰性花 跟這大社會是不一樣 陰性花保存的期間是更長 再加上豐富的蔬菜和香水的香味 還讓中家進行榜山的效果 中家頭過創意來搭配到作品 先就是有個美觀有個使用 老師跟中部製作美麗的陰性花 我同樣做便宜在水南海報社區開設關懷紀念 這間的客廳邀請老師帶到中家來做陰性花 人家可以保存很久 配合香水其實有香料的效果 這裡生活比較快樂 大家休息一下 這樣比較好過日 做這個就看漂亮 我才出來就就差了這樣 全的灰灰灰燒燒很漂亮 老師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要不要做過這個 我二七年出的 要不要做過這個 要不要做過這個 沒有老師來 我們也不知道說這是怎麼做 來這裡就去去去 這樣開心 我們今天上的是芳香療法 那我會把芳香療法結合花藝 像今天是結合永生花的部分 那我們用的是索拉花為主 索拉花本身可以吸水 所以我等一下會在完成的作品上面再放一個香水 就是用一個精油做的香水 然後再噴上去 讓他們可以放在家裡 然後可以欣賞 就是五感絕芝麻 就是可以用眼睛欣賞 然後又可以聞到那個香味這樣子 我覺得對長輩來說 手做的部分可以讓他的腦部活化 然後也可以增加手部的肌力的部分 老師表示 用心花和一般牽涉的肌力不一樣 如果可以保存更久 熄水更漂亮 以外 還可以噴上香水很甜香味 這麼多中間都說要掛在家裡欣賞 也會讓家裡的人分向最可行 這對建立新酒感也很有幫助 永生花的部分就是 放著不會壞 當然如果時間久了還是會壞 只是說現在乾燥花的部分 比較容易會掉下來 那我們索拉花它本身是加工過 一樣是用自然的材質做的 那它比較不會壞掉 那乾燥花可能旁邊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有用到賣 星塵滿天星之類的 那這些都比較容易會 時間一場兩三個月 它就開始掉下來 這回去之後他們掛在牆上 如果說有家人回來 他們也可以告訴家人說 這我自己做的 那對長輩來說這是一種鼓勵 就是他會是有自信的一個部分 透過手做擴定 如果讓中部的提供各種工藝品的製作 當時也讓他們擋手擋鬧 讓自己都看 記得林宏伯 柴鳳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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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